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黄启元 本周我要跟大家介绍的一本书 是一本工具书入门书 我想台湾的很多的朋友 不一定会有兴趣买这个书 但是因为最近半导体太热了 所以很多的 我就要到成品书店去看 有很多的介绍半导体的书籍 这本书是一个韩国人写的 这名字非常好笑 叫与皇帝 副标题叫掌握半导体生态系 真的生态系一本通 一本通从材料IC设计设备 完美股分析 它不是一个介绍股票的公司 各位如果你要看说炒股的 因为它这个里面 它的标题叫smart smart有一个财经杂志叫smart 我本来以为是smart 这个财经杂志所出的 结果不是 这是一个韩国人 他是一个韩国的工程博士 他所出的一本书 然后他提到说 为什么买半导体股票 这些东西我就不讲 就是说其实台湾都有 都有提到 那么但这本书呢 就是说我觉得特别的地方 在于说现在台湾 就是很多的半导体书 因为台湾人包括我的好朋友 黄青勇电子时报 还有最近的像林洪文 这些写的书呢 都是层次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就是讲到国际的地缘政治的战略 还有像美国的Chris Miller 写的这个晶片战争 前经济部长 尹启明也写了一本书 所以台湾最近的半导体的 很多的书都是这样 那我现在也看到了 就大家现在对这个半导体 要再有一个入门 像我自己最近在东南亚成立 东南亚半导体学校 还有东南亚半导体中心 那么就是你要看这个书的话 我就发现这个 若然市场上看到 这个韩国人写的这些书 当然你要介绍什么 DRAM NAN 这些大家都知道 但是呢 它这里面呢 就是比较稍微新的东西 像这个第五点 什么FRAM MRAM 什么这些change memory 这些新的这些东西 它也有介绍 就新的东西有介绍 这个旧的东西有介绍 入门的资料有介绍 然后又把未来的趋势点出来 这个很不简单 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 当做一个工具书 就像你看这个CPU起源 唯控制器 这个MCU 但最近大家经常提到 一个名词 神经网络处理器 第四点 NPU NPU这里面 他也有提到 这个就我讲 他没有详细的这个去分析 所以各位千万不要 把它当做一个技术的这个书 但是呢 你如果是一个 就是说财经的投资者 或者你是一个半导体 或者是一个大学的学生 你希望的了解半导体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门的 那他这里面分析的 这我想说台湾人 大家都知道 就什么Fabulous的company 晶圆代工 像台积电一样 这个还有整合型的公司 像辉达一样 IDN 那他这边做了一些 这些的这个比较 这些我就不再一一赘述 他讲什么 IC设计公司 这个半导体 是怎么做出来的 但是他做出来的时候 他也讲到了一些 未来的这个一些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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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新的这个技术 像他这个第三年讲到0.2奈米 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是他讲到说这个这个一些新的技术 第四点 这边讲到碳化系 但但淡化加 这些都是所谓的这个第三类半导体 第三类半导体 这里面有就 然后围影制成 这个是这个台积电的这个前技术长 那这个这个现在在清华大学半导体学院林本坚 院士所提到的啊 就是这个整个整个的那个围影啊 他这个什么成绩制成 科实制成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想你如果是个半导体的人 你根本就 我就不需要去读了 但你你做股票的这些人呢 你也不一定会有兴趣看 你会说啊什么的名牌 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学生 你不是一个半导体的 你想跨入这个行业 现在因为台积电呢 现在员工的人数已经将近七万五千名 未来可能到十万名 所以你你你比如说你你学的不是 不是理工科 你想了解这是一个很好的 他这个里面提到了 就是说是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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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测试啊 就是半导体的技术啊 未来的这个半导体材料啊 这个很多的这个 呃技术前端后端是什么 他这个这这一页里面呢 他讲到了这个整个的这个半导体 他的一个趋势 就是现在就大家讲的最热门的 就是封装 所以我说这本书 他不是简单简单的入门 他又讲到未来最新的趋势 叫做堆叠封装 突破这个半导体晶片的限制啊 就是他这个这个 我们叫小晶片 cheap scale 或者叫chiplet 它是这个有另外一个名词 叫一直整合 heterogeneous 把不同的晶片 这个逻辑IC跟这个 记忆IC啊 把它这个堆叠在一起 让它这个性能能够提高 那提到什么叫测试 所以讲到结论 那你说我 我为什么推荐这样的一个书 因为最近半导体大人们 那我现在看到就是说是 你要找一个比较热 入门的书的话 台湾我找不到什么 很好的入门书 有的写的太technical 然后有的话又是很宏观 像黄青勇 像林洪文讲的是讲到地缘政治 还有像什么 讲到是晶片战争 这个银启明 还有这个像Chris Miller 写的晶片战争 那你要讲说ABC 这些做的一个东西的话 这个书里面呢 它是用韩国的案例 但韩国毕竟是一个半导体的大国 它的记忆体全世界第一 所以它从材料设备 制造封装 讲得很完整 而且它里面有各案的分析 所以这是一个工具书 但是你讲你如果说股票投资 你不一定有兴趣 你是理工的人 更不一定需要了解 但是假如你是个年轻人 需要要有一个很comprehensive 而且有一点点国际观 有一点点未来的这个趋势的话 那我推荐你 smart投资半导体 这是我现在看到 觉得很短的时间里面 对半导体有一个完整概冒 做得最清楚的一本书 好的 这是以上为各位推荐的好书 下周我们同时间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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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